过去两天我们一起看到了 这一场本来应该是地方型的选举 云林麦辽乡长普选 居然选完引爆了柯文哲 前所未有的危机 为什么 当初民众党请全党请一人 结果只拿到了11%的得票率 不升反降 为了这一仗 柯文哲还到麦辽去long stay 说要积极复选了 我们就问 为什么他变成票房毒药这么毒啊 前民众党幕僚 无尽一根惊爆 民众党现在所谓的检讨 居然去检讨蔡壁如 到底在想什么 没错 事实上礼拜六 这个六席的地方 公子的补选里面来说的话 民进党拿下一席 那国民党拿下五席 那民众党是压蛋 但是我跟大家下一个结论 这一场补选里面来说 国民党小胜 那民进党小败 民众党大败 而且惨败 特别是柯文哲整个光环 几乎完全暗烂掉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这六席里面来说 包括苗栗市长 护卫镇长 麦寮乡长 大五香乡长 还有台中市议员 以及这个宜兰县的 这个议员里面来讲话 当然因为这里面来说 大部分都是过去国民党 可能执政比较优势的 这个地方 所以国民党拿下了五席 并不意外 那民进党拿下 他们其实非常关心的 就是麦寮乡的乡长这一席 那尤其是这个 变成是指标 为什么变成指标 因为在这一席里面来说 国民党有候选人 那国民党候选人 那民进党是这个 跟陈中复合作 那这个民众党 是自己的推候选人 就没想到 而且这一段时间里面来说话 这个柯文哲可以说是long stay 他整个党的资源都下去了 跟这个林一里合作 就没想要开出来 这个票里面来说话 林一里没有当选 那没有当选的话 人家就说你看嘛 果然就是跟当初总统大选一样 蓝白没有合就是输 那针对这件事情 柯文哲怎么说 他就说没有 我跟你讲 这个蓝白两个候选人 加起来还是输 所以他言下之意说 不是因为蓝白和的这个关系 你国民党你也是选输 我民党民众党输 没关系 但是你国民党 也是输的进行 你要知道 这一次民众党 全党力挺的林一里 他二零二二九合一 他也无党提出来选 没想到这一次 拥有民众党 有柯文哲请全党之力 这么用力在挺 得票率不升反降 柯文哲的票房 毒药有多毒 你就看到 辅选辅逅的多用力 对所以你知道 市政大家都一直说吗 说你票房毒药 然后后来又人家问他说 你这个针对这次选举 有什么看法 他除了说蓝白和 加起来是输之外 他应该又说 我都卖聊 long stay一个礼拜 还是不足以改变 整个地方的这个选举 他说我会反省 跟改进的一个情形 当然他当然这样说 可是问题是 摆在现实的结果 我们都会拿他来检验 到底在总统大选之后 他的光芒怎么样 我们必须说了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国民民党也曾经经历过2008年 还有这个之前的这个败选的时候 后来都能快速反弹 表示那个光芒没有散掉 但是以柯文哲这次来说 他有点尴尬 我们就给他讲 补选的结果 民进党合作的这个许忠夫来说 拿了9047票 国民党籍的这个许志豪 拿了6561票 但是在民众党的林毅里 他拿了2048票 事实上跟前两位候选人 有一段非常大的这个落差 他不只有这个落差 那还有一个更尴尬是什么 2022年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 这个林毅里 他当时是以民 这个无党籍 他也不是挂柯文哲的民众党 他是以民 这个所谓无党籍的身份 去参选 卖辽香的香肠 他那次拿了3314票 那这次只有2048票 差了多少 少了1266票 你那他就说 你柯文哲在整天 一周还给他直播 资源都下去了 就反而得票率更少 所以这可以证明说 你真的是光环尽失 那当然啦 这个又人家就问到柯文哲 他说你票赚 你有什么感觉 他当然又说 得票率不 得票数额不会觉得奇怪 他说以地方经营 差不多就是这样 然后面对人家就说 你long stay是帮到吗 因为票数少了1266票 他也只能很尴尬 说这个没有那么严重 不过 我觉得这个证明一点是什么 证明就是整个柯文哲的光芒 的确在总统大选之后 开始暗淡了 而且速度非常快 选输了 就要澄清检讨 民众党的检讨方式是什么 今天居然传来说 已经找到战犯了 谁 他们居然点名菜 必如 对 没错 我就讲嘛 事实上这一次 这个最大战犯来说 我觉得毫无疑问 就是柯文哲嘛 但是柯文哲现在 民众党要检讨的时候 突然之间又流 这个有一个声让出来 这是这个前幕了 这个吴敬宜 他已经被停权了 然后他就说 选完还在检讨蔡碧如 他说柯文哲完全是 放任党内内斗的一个状况 事实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的 我们别去说啦 事实上蔡碧如呢 他是最早 尤其是 如果我们放眼 现在整个民众党里面的 所有人来说 他的地方实力 毫无疑问是最强的 你看他之前在中医选区的时候 差一点翻倒这个蔡奇昌 那现在在海线这一带 你说卖了 卖了某些程度来说 也是海线 只是他是云林海线这边 那尤其是 其实之前这个蔡碧如就有抱怨说 这卖了选举都没签我去 但是 4月12号的民众党的 卖了选前之间的时候 他有出席啦 但是他没有上台 而且你知道 因为他其实地方实力非常好 但是他也没有坐在舞台的前面 就是说 你不是主角 我们邀请你来看看就好了 但是没有要你上台的这个意味 那事实上 为什么会让蔡碧如觉得 这个有点窒心呢 我们跟大家讲 事实上蔡碧如是最早柯P 放到地方上去经营的 他曾经经营过这个中部这一带 除了台中之外 他有到云林去 但这个民众党在云林最早的发展是蔡碧如 他2019年就到这个地方来了 他找了这个地方上面 支持柯文哲的这个后援会的相关人士 然后请托了一个斗六四的这个协调会的主席 陈天兴来协助 所以后来其实 我们知道事实上他在 这个这一次总统大选的时候 其实 他在柯文哲在云林开的票数不差哦 那尤其是民众党的云林先的党部的主委 林静冠 他也是陈天兴所迁入党的 所以等于是 这边最重要的人士来说 都是因为蔡碧如来了 找了陈天兴 然后陈天兴又找了这个林静冠 等等人来说 都兜起来了 所以对这个蔡碧如来讲 他觉得怎么样 我去看江辟毒 就没想到 你就要给我背次 而且这一次就让大家最觉得怎么样了 事实上在整个选举的过程里面来说话 周渝修也就是民众党现在的这个秘书长 跟蔡碧如两个隐隐之间 有一个互斗的这个状况 那周渝修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他背后指的就是谁 就是柯文哲嘛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话 整个民众党里面内部斗得非常厉害 那当然他们有检讨 为什么这一次拜 当然就是我们陆战很弱 组织很弱 可是问题是 你没有长远的发展 在发展陆战 在发展组织的时候 这如同柯文哲说了 long stay 一个礼拜没有办法改变一切 但是你不要说选举的时候 我来long stay 然后选后之后 我就有long不来的这个状况 我觉得这个柯文哲要好好想一想 他如果是这种 问导游的经营地方方式来说话 绝对不会成功 然后类似像蔡碧如这样 深耕地方 才有可能让民众党真的发根茁壮 好 观众朋友 宜静现在在我们视讯的线上 宜静你来告诉我们 就在这个麦聊的这一场 补选 补选 柯文哲的第一场long stay 居然变票房毒药 怎么检讨居然检讨到蔡碧如去 你怎么看 而当我们看到了 整个民众党 他是柯文哲一个人的政党 当他浮选实力票房不在的时候 他要怎么领导这个党 因为2019啊 民众党的 这个关于中南部的地方组织 完全都是蔡碧如才操盘的 蔡碧如其实也帮忙了非常的多 还拜访了地方组织的一些头人 所以在2020民众打才能选的成绩不错 而现在你会看到蔡碧如在深耕中部的结果 你会发现连这个云林地方跑组织的人 都不愿意去支持柯文哲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发现柯文哲人前手握手 人后突然间会翻脸 为什么 右手坚持说要支持张家 但是左手居然在卖聊提名人 不只如此的离谱 还不让蔡碧如站台 而他们找的理由说 因为蔡碧如有公职的身份 可是所有人都很清楚 2018的时候 我们也是请 所有台北市政府的力量 来帮柯文哲服选 另外高宏安也有公职 他是不是在2024的时候 也积极的帮民众党跟柯文哲站台 所以关于黄珊珊这样的说明 其实地方的人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产生了劣结 而选完之后 这些地方组织的代表 全部都表示非常心灰意的 想要离开民众党 我觉得这才是柯文哲非常严重的隐忧 很多的网军把这些人定义成菜派 也就是蔡碧如的一派 可是大家都知道 其实蔡碧如从来都没有所谓派系的经营 那为什么柯文哲身边的人 要急于把他叫成菜派 然后来进行切割呢 我觉得这个大家要去观察 我认为柯文哲接下来 很严重的是他党主席的领导 到底有没有存在必要性 接下来有没有所谓仓派 三三派 柯文哲之间群雄争据的状况 而现在整个党员增加的情况 据说有七千人以上 都是因为黄国昌的关系 我们现在问柯文哲还没有找到 裤子的情况之下 他皇上的国王新衣 到底还能不能穿多久呢 我觉得这就是好戏即将要上场 好 谢谢宜静 许庭我们看到了 刚刚宜静讲到了 柯文哲最大的考验在于 民众党是一人政党 可这一次一个想场补选 让全世界看到了 他居然是票房毒药 他要怎么领导民众党 继续往下走 这个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个从客观的选情分析来讲 他遇到了很大的瓶颈跟障碍 因为越是地方的选举 相对来讲 你所谓的空战能量 网路声量的转化 他的难度其实就越高 即便他这一次选择跟在地 有一定耕耘 有一定基础的零一零来做合作 但显然这个外溢效应跟空战加持 跟年轻人返乡投票 这几件事情完全没有发生 甚至得票的状况 还不如他当初乡长的选举 所以这对民众党来讲 是很大的一个警钟 所以我们知道 选书的当然要诚心检讨 可是像刚刚静怡提到的 你检讨居然把矛头对准了 帮你去布建中南部组织的 蔡壁如写地址 你不让他上台 最后你把他抓来当战犯 你怎么看 我觉得把他抓来当战犯 是对于蔡壁如来说 是有一点点不公平的 因为其实从民众党发展的角度来看 一个政党如果你要迈向大党 我刚刚讲他迈向大党 你不得不和地方的势力 做一定的合作跟妥协 这是政治的本质 那在民众党的体系里面 谁做这件事情 从最早创党的时候 就是由蔡壁如来做这件事情 那他做这件事情 他有没有承受压力 他其实承受很大的压力 很多民众党 年轻的民众党支持者 会说他跟地方势力 这个牛鬼蛇神去做妥协 可是如果没有他在前面 这一段的努力跟铺牌 他有办法这么顺利的 在地方举财吗 他有办法这么顺利的 去参与一场地方的选举吗 客观上来讲是做不到的 那如果民众党在 在迈向大党的这条路上 没有认知到这样一个现实 然后在理想跟现实中 去做一个妥善的平衡 反而把这样子的人 当成战犯来看待的话 那我觉得他们迈向大党之路 只会遇到更多的阻碍而已 今天更爆炸的一个话题 是前景去追查 诈骗集团的洗钱 后端的不法组织 居然三查四查 顺藤摸瓜 居然查到了打币战架 许巧新丈夫的姐姐 她的大姑 这个绿营这一下 好像剪刀枪一般 警咬许巧新 你到去年 你还找到对方公司来承办 整个竞选相关活动 质疑他 你说清楚 你跟洗钱集团到底什么关系 许巧新说 只要证明他涉案 他会立刻辞去立委 今天她丈夫也首度出面 证明如果一旦涉案的话 那么他也要辞去台中市严考会主委 他们两个夫妻都赌上了他们的大位 没想到 民进党一路追杀到后来 居然大转弯 台北市议员吴佩毅也证实 有 他也收到了集团成员的政治现金 哇 这下不是本来以为剪刀枪可以扫射 自己觉得糖炸了 是啊 巧新在这个礼拜被爆出说 他的大姑被卷入所谓的诈欺案 他大姑跟他的大姑的丈夫都纷纷卷入 巧新其实这几天不断的在媒体面前 他说清楚 甚至今天早上还特别拿出手机解脱 在立法院直接拿出来给大家看说 他当时已经跟所谓的大姑的这些丈夫 做个切割了说我们根本就不是很熟 甚至说骗钱的人就是蛮恐谎言 这些到底关他什么事 他想要切得一干二净 可是现在问题是 包括巧新还有他的丈夫都被卷入到其中 因为绿云不放过他们两夫妻两 甚至因为他的夫妻 他的老公现在在台中是担任研稿会主委 那现在今天早上就有媒体去问他 那他的丈夫呢就说 如果他有卷入的话 他立刻都会辞职 他绝不护短 那其实巧新这几天态度也很明确 包括昨天他到了花莲去 不是要发那个慰问吗 他跟那个傅婚琦一见面的时候 马上先给傅婚琦上前去哭诉 哭得梨花带淚 他觉得他太委屈 那我们看到傅婚琦也是安慰着他说 你不要再哭了 包括旁边的罗志强啊 国民党立委都纷纷给他送了 因为他觉得说 他的大姑卷入社稀案到底关他什么事情 他想要讲清楚嘛 那他说如果他自己丈夫有事的话呢 第一个他二话不说 他马上离婚 再来如果他有事的话 他马上辞去立委职务 他等于赌上他自己的婚姻 赌上自己的政治生涯 在这件事来做一个赌注 但这个问题是 民进党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民进党持续在网络上 包括他的绿营的名嘴跟侧义 还有KOL不断在网络上 纷纷爆料说 他这个大姑的一些公司的情况 跟曲晓星的所谓的连结 到底是什么关系 好 我今天就讲一句话 我退一万步说 我们只要想一件事 你刚刚提到了 包含了绿营侧义啊 名代 剪刀枪 步步要去把这个口袋锁紧 索到后代只有一个目的 我要找到徐晓星 你也涉案 你也参与洗钱的相关的连结 只要找到一丝连结 棒 一枪毙命 而且会两个人都落马 一个是徐晓星 他必须落马 他丈夫也必须落马 这是卢秀燕市长的一级主管 换句话说 对绿营来讲 也不能太间列欣喜 为什么 这两夫妻今天相继赌上大位 我就说 举证的这些相对方 你敢不敢也赌上你的大位呢 是 其实大家在看吧 现在绿营到底要怎么解释 因为小新她也说 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 你知道吗 她怎么说 她自己说她的大姑 她大姑的丈夫 曾经还跑到她朋友的工作场合去叫嚣 甚至还扬言说要开枪来威胁她 甚至连她婆婆 养老金两千万元都被骗走 对 等于她自己也是受害者 她的说法是说她是受害者 可是你看 绿营没有放过差 不断po出说 过去她大姑跟她结婚的一些照片 然后徐晓星也在场什么 要做些连结的动作 要给她贴上标签 甚至怎么样 像媒体追查说 原本她大姑的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是谁 就是民进党 非常亲民进党 而且还是民进党党员的林雨伦 她甚至还怎么样 还用那个公司的人头跟车手 来巩固她这个地位 甚至把那个账户 给她大姑来做洗钱的使用 所以就变成说 那你民进党不是也身在这个诈骗案的其中吗 那这个不就回力标了 刚刚一路看到你绿营步步进逼 对不对 你开始要减枪扫射 就半路上你唐炸了 是啊 所以现在民进党 他们比较不谈这个问题 他们怎么讲 继续转移 你看黄杰他怎么说 他说按照这个徐晓星 平时的这些质疑的态度 他早该寝食下台 因为我们知道 徐晓星过去不断质疑 像民进党一些洗钱 或者是弊案的发生 那现在黄杰就说 那如果按照标准 应该徐晓星就要下台了 可是问题是 黄杰自己过去以为爆出说 他的妈妈曾经到中国大陆去卖茶叶 那当时黄杰怎么说 他说家人的工作 跟他议员的职位 完全没有相关 可是现在徐晓星 他做他的事情 他大姑 犯法 那大姑的事情 怎么又变成民进党 可以把他完全连接在一起呢 甚至上到立委 下到所谓的绿营的名嘴跟KL 纷纷咬着徐晓星 你看名嘴威朗东的时候 他再度放话 他今天又继续再放 他说他手上还握有证据 有证据丢出来啊 该是什么证据 他说他证据丢出来的话 只会让你更难看 但目前到我们录影的此时时刻 还没有相关的证据 那我们总归一下 这段的脉络 其实民进党现在拔掉 徐晓星执政 监督政府的这个虎牙 他把它拔掉之后 未来在野党 可能对于民进党 政府的监督力道 相对来说 就会减少许多 影射的杀伤力最大 现在就说我有证据 不然赶快你先招 你没招证据丢出来 你会死更惨 这都是影射 到目前为止 观众朋友 唯一的证据是什么 是这个人 这个叫做林于伦的人 这是真正 是整个在洗钱末端的 共犯中的共犯 这个人什么证据 他的确有政治现金 进了绿营明代的账户里面 这是唯一铁针针的事实 我就问 这个事实背后 怎么变成了回应枪 扫进了绿营里面 是啊 民进党打这个议题 真的要小心 不要打到自己人 像看起来 刚刚提到林于伦 是这间公司的负责人 结果被翻出 他有民进党党政 他二零二年的时候 就曾经因为民进党 而入党 所以大家就说 民进党这个是不是 打到自己了 而且就回应力 要打到自己了 那现在大家检视 这个林于伦 他过去跟所谓的 绿营的明代关系 其实也是非常的深 他也好几次 在捐所谓的政治现金的时候 包括了二零二 二零年 他在二月份的时候 曾经各捐了两千块钱 所谓给民进党 甚至连民进党 当时的议员 无配意 他也捐给他三到五千元 各两次 那加起来其实纷纷加起来 大概有一万块左右 所以你看得出来 他跟绿营的关系 可以说是非常的密切 这张很清楚 你看 这个他捐 受捐对象是谁 无配意 谁捐过来的 林于伦 都是他 而林于伦 现在正式检警 追上去 帮诈骗集团 洗钱的那家 不法公司的负责人 但是这个绿营的名嘴 跟KO都不会讲这段 给大家讲 为什么 因为这是回力标 看得出来 他跟绿营的关系 的确看起来是蛮要好 那事后 这个吴佩怡也出来承认这一段 他说的确啦 林于伦是他大学的学长 大家彼此也认识 但是因为 有认识的人的设计诈骗 他说他不会 这个因公互断 那现在问题回来了 那你们这些民进党的 匡公 徐晓晴 可是你们自己人 也的的确确是 直接证据 涉入这起案子 你们怎么都不骂 那现在坦白讲 绿营出事的 第一句话是什么 要切割啊 这个温朗东 跟我们刚刚自己有提到 他说他有证据 徐晓晴他可能继续接下来爆料 他甚至在这个事发之后 他说他已经跟这个林于伦 已经好几年没有联络 甚至已经五年半 已经封锁他了 可是过去大家翻出 所谓温朗东的文章 在2016这篇文章的前面 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他说他跟这个林于伦 是多年交情的老友 而且两人还是有点 称兄道弟的感觉 所以你看起来 关系非常密切 那林于伦坦白讲 他跟绿营的背景 也是非常密切 过去好几次 各大小的记者会 绿营的人士 重量级的人士 也通通都在旁边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这是唯一铁铮铮的证据 在这个地方 你回头来看这个时间点 刘一伦分别在2018年 2022年 这个就是前年的九合一 分别捐政治现金给吴佩毅 2022年 2018我也不敢讲 2022是前年的事情而已 前年这家公司 是不是也一手 正在帮诈团洗钱 一手捐钱给吴佩毅 这个就是连结了 这就是证据了 而且他也是在同年入党的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连结更深了 那现在大家翻出 林于伦过去的一些事情 包括过去2014年 徐晓星都有讲吗 当时他可能也有 破这个蒋公同像 而且还有一点 数落蒋公同像 当时还被 被这个违反所谓的 妨碍公募罪要送办的时候 谁帮他出来开记者会 旁边来看一下 顾立雄 各位观众 你开记者会的时候 有顾立雄在你旁边 顾立雄是谁 520之后的国防部长 哇 这么大开来帮你开记者会 你就知道他来头真的不小 甚至连过去 这个318学运的一些 相关记者会的时候 林于伦也出席了 旁边是谁 赖品渝跟吴征也在他旁边 你就知道 这个林于伦真的是大有来头 上到这个顾立雄 下到吴征跟赖品渝 通通都是他的好朋友 所以甚至连绿云人士 他都认证 他可能是网军 大家回顾一下 过去在民进党的 台南市长的立委选举 这个赖会员就拿出这张手板 有没有看到 他指控说 除了他的对手 是不是使用所谓的林于伦 当他的网军来 在网路上造谣跟抹黑 来攻击赖会员 他自己开记者会 这是民进党自家人 自己开记者会 所以现在民进党自家人 也认证他可能是网军 那现在民进党都避而不谈 这件事 全力攻击许小型 是不是让他觉得 有点在转移焦点呢 许庭 这是不是有一点 捡到枪 半路堂炸的状况呢 这个大家现在在讲说 所谓的弊案的时候 都喜欢玩连连看 也就是透过肉收的方式 去把这些人的关系网路 画出来 但问题是我要提醒大家 你要玩连连看之前 你要证明这一群人 一起做了某一些事情 你这个连连看 才真正有杀伤力 才有办法说服社会大众说 这个政治人物 跟这些不善不适的人 搞在一起 是有问题的 但你今天这个个案 你当然可以讲 这个刘向杰 他是这个许小新 老公的姐姐 叫大姑 有很多网路上 连大姑跟亲姑姑都分不清楚 老公的姐姐 这样的事情 可是问题是 他们有一起做什么事吗 有一起做诈骗 跟洗钱相关的事情吗 没有嘛 所以今天许小新出来 讲一个 跟他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 你硬是要罗资栽赃 我认为是没有说服力的 你讲说有效力的连连看 是什么 比如说im.b的诈骗案 这些人 他们没有亲属关系 他们只是同桌吃饭 同桌吃饭 也可以拿来当连连看的素材 可是他为什么有影响力 因为他们后来就一起 接受了诈骗集团的坐车 别墅招待 你们一起做了这样的事 你做了一些决策 给了诈骗集团犯罪的机会 你们就是一群共犯 所以这件事 有没有杀伤力 他就有杀伤力了 所以这两件事情 都叫连连看 但是有根本上的差异 那我们回到连连看的主轴 今天这个案子 唯一可以连起来是什么 就是徐晓星的大姑 刘相杰夫妇 跟这个劣机斑斑的民进党员林雨伦 三个一起被搜压 他们三个不但有交情 还一起搞诈骗 今天被搜压 所以你要连连看 没关系 我们就来连连看 我们看谁 比较有说服力吧 史上第一次 这场战役吓死全世界了 我们看到了伊朗 直接攻打以色列本土 几乎让人以为 这会是全人类的末日之夜 而今天最新的发展 拜登热线以色列总理之后 以色列承诺 暂时不报复伊朗 谁信啊 这个国家向来是有仇必报 百倍奉还 果然背后可能有诈 专家直指挨打 正是以色列最想要的 目的是以色列自导自演的 一场引蛇出动 请军入翁的大戏 为下一场大规模冲突 取得正当性 而终极目标 是全盘端走伊朗境内的 核武设施 危机还没解除 事实上大家看到 在以色列的天空上面 这个满天星光 你都以为天哪好漂亮 但是对于伊朗来讲 我告诉你 这是我报复行动的开始 你知道伊朗 在这一次的发动攻击的过程当中 出动了最少超过200架以上 不管是飞弹或是无人机 直接对着这个所谓 以色列本土来进行攻击 这也是首次 伊朗去进行所谓的 以色列本土 虽然当然以色列讲说 大部分所谓的无人机或飞弹 都有被拦截到 但是也承认说 对于他们所谓的国家来讲 产生了一些所谓的损害 那现在问题来 伊朗做这么大动作的攻击 你画面上面所看到 以色列的民众 大家到处跑 到处逃出来 那个尖叫声 真的听了 让我们看这电视 都会感到害怕 而且伊朗 其实在发动完这次攻击之后 直接警告美国说 你美国 你不要参与这个所谓的 这个我跟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如果你要参与的话 那后果你要自负 结果你就想说 伊朗话讲这么重 美国是被吓大的吗 我告诉你 事实上以色列官方 他们也都证实了 你在这张照片里面 他们就讲说 其实拜登跟以色列的总理 事实上就已经有进行通话 而且这张照片 还有一个美感是 他这个所谓的 以色列的总理 纳坛亚胡的桌上 其实摆满了文件 但重点是文件 通通都被马赛克了 为什么明明 他让你知道 我正在两国热线 元首在热线 那这个不就是记者会拍到 或者是你们共同通讯社 出来的画面 为什么你要把它马赛克呢 所以你当然可以解读说 难道这是一个重要的文件 所以你不想被外界的人看到呢 还是你会觉得说 以色列你在故弄玄虚 为什么你知道 其实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拜登跟以色列 双方这个纳坛亚胡进行通话之后 现在也讲出来说 国防部的这个部分 他们也有 有这个所谓防长的对话 但问题是很特别 媒体居然披露讲说 拜登在跟这个所谓 纳坛亚胡的对话过程当中 讲了两句话 好像在展示美国的态度 因为他居然第一个 跟以色列讲说 你们已经赢了 你要接受这个胜利 不对啊 这件事情 你是挨打的 你怎么会变胜利了 打的啊 以色列是被打的啊 以色列是被伊朗打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而且伊朗当时打的理由是说 是你以色列攻击我 在大马四格的这个所谓领事馆 那为什么拜登这时候会讲说 你们已经赢了 而且第二个 其实我觉得更直接 美国表态说 我们不会参与 也不会支持 任何针对 伊朗的攻击行动啊 当然全世界都在怀疑 你这个有仇必报的国家 怎么可能嘴巴做出的承诺 我能信吗 不 他还是会复仇 而所有昨天前天挨打的大戏 都在以色列的剧本当中 我就是要你来打我啊 好 那这个其实要从 国内的一个总体经营学家 吴嘉隆 他在去年十月的时候 曾经讲过一段话 他说以色列 其实在当时的时候 有宣布什么国家总动员 然后进入战争状态 还进入到战时的内科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做这样子 做这个想法 你知道因为那时候 他们在打这个所谓哈马斯 那对很多人来讲 哈马斯就是一个恐怖组织 可是当时吴嘉隆认为说 你今天以色列把这个态势 拉到这么高的时候 感觉不是在跟哈马斯 这种所谓的暴力 或恐怖组织来对仗 那根本是在跟主权国家 要正式开战的时候 你才把内阁全部都组织起来 那所以现在他就觉得说 怀疑讲说这会不会整个 都是以色列变好的一个剧本呢 所以早在跟哈马斯过场的时候 他已经在练兵了 才会有什么战时内阁 才会有什么战争状态的模拟 是因为外船 其实伊朗 其实已经具有具备 核子作战的一个能力 而且他不只是这样 甚至美国在过去的时候 一直就要希望对伊朗 产生所谓的这个 所谓去核化的一个状态 意思就是什么 你具有核子作战的能力 跟你准备把它做成核子弹 我跟你讲 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状态 那当时在传出来讲说 伊朗其实很有可能已经具备 要把它做成这个 所谓的核子弹这个能力 所以美国的不断 透过许多制裁的方式 要求伊朗必须去核化 所以在当时 吴嘉隆他认为说 美国会主动介入 而且会积极介入 但是现在因为拜登 已经表态说 他们不会参与 也不会支持 但问题就来了 如果在半年之前 吴嘉隆有预判到 认为说以色列会发动 所谓对伊朗这样的攻击 那这两天的发生 这样的一个攻击 来攻击去的这个事件 是不是本来就在 他们的剧本当中呢 最后那几个字 美国会积极的介入 意味着什么 我不只做给伊朗看 我也做给另外一个国家看 就是中国 为什么 今天在中东 它是火药库 另外一个火药库 就在我们家门口 台海 你没看 这个被形容是 人类末日之夜的这一仗 在中东上演 台海这个地方 也一点都不平静 台海的局势 为什么在这两年的时间 非常的紧张 当然是因为 共机跟共建 不断的进入到我们 不管是过去的这个 所谓的防空识别区 或者是进入到海峡中线 那事实上在昨天的时候 国军也征获得 17架次的这个攻击 还有6艘的这个 所谓的解放军的船舰 进出我这个海峡中线 而且你如果看到 最近的距离 距离我们基隆 大概只有41里左右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国军必须要积极的 建军备战 而且假如以前讲 整个带弹 现在代表是神经要绷截 但问题是在4月11号的时候 也发生了一个新闻 我们现在从今年1月开始 不是我们现在所有 陆武的艺南 必须要服役满一年吗 结果发生了首例 第一例 陆军两栋三旅的一个 陆武只有两天的 一年期的艺南 居然翻墙离营 一年期的艺南 那不就是今年 才刚刚专招的吗 是 而且他这一次 离营的状况 事实上被认为说 很早有愈化 因为我们营区不是都有围墙吗 那这一次他疑似是找到 这个所谓的营区周边 在整建的这个过程当中 找到了空气 而且他翻出去之外 现在照媒体讲说 其实是有车辆在外面接应的 那我们也讲 一般这个艺南 你如果今天要跑 要进入到部队里面 理论上面来讲 尤其在入伍或干嘛的时候 是不会有那个手机 可以给你通讯 那个可以打电话 都会统一的时间 他到底什么状况之下 跟外界做了联系 虽然14号的时候 这个艺南已经自行回营了 而且八军团也说 会依照行程并行的方式 来进行重程 但是外界也好奇 虽然我们过去也都有 这个所谓的不驾龄 或者是军阀这一切 可是首次发生这件事情 当然会被外界 高度的放大来检视 所以今天一开始看到了 伊朗直接空袭以色列 全世界推向第三次大战边缘的时候 我们在干嘛 我们在抓逃兵 抓了逃兵 第一例为军阀审判 没了啦 现在通通回归刑法了 何以至此 孰令至之 这个人 为什么跟他有关呢 其实在过去 我还在部队服役的时候 当时所谓的军审法 这些还存在的时候 确实部队也会有所谓逃兵 或不驾龄的状态 但是因为现在阵风 所谓的新政府 准备在520上任的时候 尤其现在这个 孤立雄准备要接任 这个国防部长 所以前立委郭正亮 就讲说外界现在都在讲说 孤立雄接任国防部部长之后 可以把什么军政军令 把他给合一 甚至大肆的吹捧 说孤立雄在国防里面 会非常的有建树 但问题是 郭正亮就仔细讲说 现在问题是出在基层的 这个所谓士兵 没有办法呆久 就要逃出去 他直接问孤立雄 你看到这边 会不会觉得心里毛毛的呢 孤立雄为什么要觉得毛毛的 好 其实你刚刚特别提到说 在军法或军神法的状态 如果大家还记得国内的军神法 为什么会一夕之间突然被取消掉 那就是因为在2013年 红中秋案的时候 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 你军方自己制成一个体系 尤其在平时的时候 你今天拿这个军法来 有可能会被 这个所谓的不当的使用 所以在那个时候 立法院火速通过了 所谓的军神法的修法 直接把这个所谓的 这个军法的部分 在平常的时候 是交由地方法院来生理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顾立雄本身 也都是支持这样的一个做法 你知道那现在问题来了 你那个时候呢 其实大家会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什么通通都 不要用军法的这个状态之下 他进入到部队里面去 那老实讲 外界的法院地方法院 当然有他对于法律 这个评判的依据 但是军方毕竟是一个 比较特殊的这样一个环境跟单位 如果你什么都回归地方法院的时候 也很有可能会造成 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没关系 因为一般地方法院判的会比较收 所以我在军中反正也没打仗 没有打仗 我想干嘛就干嘛 回过头来就是四个字叫做政治作战 你那个阿兵哥那个心态 大家就是备战不却战 如果这个东西没办法确立的话 这一仗你要怎么打 万一也要算战场的话 让我们觉得更离谱的是 阿兵哥如果真的上去了 准备要备战了 你连保护他的头盔都搞不定 到了真实的战场上之后 每一个单兵最希望就是我的性命 能够收到保护 所以你看像一般防弹背心 或防弹头盔 就会引发外界非常大的关注 结果在网络上面 有一个叫做三母小树的这样一个网站 他就说他拿到了这个国军 我们自制的这个所谓的头盔 而且你看他在这个这么短的距离 用这个所谓的步枪来进行射击的时候 他就讲说国军的这个头盔防护力 虽然在这样一个距离里面 他用7.62的这个厘米的这个子弹下去打 他说没有贯穿 但问题是居然呈现了非常严重的凹陷的状态 那当然这个网站里面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我必须讲 就是说每一个战场环境上面 所能够抵挡的这个子弹的状况 其实都不太相同 所以你不可能挡得住所有的武器 但是这个网站他也指引讲说 国军在使用这个头盔上面 采用的是1980年的标准 那所以虽然没有穿透 但是抗凹说真的 你知道其实我们即使穿防弹背心 你在近距离被子弹打中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死掉 但是通常你就会看到的是 穿着防弹背心被击中的那一扇拉 人不只会往后倒 甚至会有一段时间失去知觉 因为毕竟他的冲击力非常大 所以如果你今天标准是说 他能够不要被穿透 但是不抗凹的话 有没有可能击打到头部的时候 对于这个所谓穿戴钢盔的这个 防弹头盔的这个士兵来讲 也会对他的脑部产生冲击 而且他也提到说 美军在2007年的时候 已经把他自己的头盔的标准 重新做了一些调整 也就是他的正背面的 这个所谓的变形的部分 不可以超过25.4mm 侧面变形不可以超过16mm 意思就是什么 你知道即使你今天 没有办法抵挡住凹陷 但是你这个凹陷的范围 其实也要受到一些的控制 所以我并不是说你不能够变形 你变形要受到极为严格的控制 而这个严格几乎是20年前的标准 我们飞弹没有 我们还是四五十年前的标准 这样怎么保护呢 当然而且在网路上面 都还有不断的一些这种 所谓测试影片 像2023年12月的时候 也有中国网友说 告诉你我拿到 是这个所谓的台湾这边 军备局所生产的防弹头盔 而且你看他把那个批号都给你看 说我告诉你我这是原厂制作 而且他也讲说我直接用子弹给你打过 结果你知道吗 他居然也取笑说 我告诉你 你看他用这个所谓手枪来打 虽然是没有击穿 但是看起来其实也是变形的状态之下 他讲说你这个头盔 根本是没有什么用 但是我们军方也直接回向说 你这个根本是操弄认知作战 而且你的测试的状况下 也没有完全受到这样的一个检视结果 认为这一些其实都是被恶意给造谣的 好 曲听我们看到 远在中东人类灭绝末日之夜登场 而我们在干嘛 我们在抓逃兵啊 你怎么看 我每次我们针对国防部提出一些检讨的时候 即便大家是出于善意 然后民进党执政就说 你们是中共同路人 你们是在地协力者 但是我要禁告民进党政府 你如果连最基本的东西都处理不好的话 那个不是我们立法委员在批评 是社会大众怎么看这件事 你满口都是抗中保台 然后你实际上连最基本的你的兵役从四个月改成一年 大家很焦虑 你连这个焦虑情绪你都没有办法好好处理 你改成一年之后相对来讲你的军纪你的管理 都没有办法与时俱进的时候 那变成阿兵哥逃走 那请问社会大众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难道不会认为说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准备好 要面对一场战争吗 那在这样子客观的条件之下 你抗什么中保什么台 对不对 不只是逃兵的问题 我们的军防要不要恢复 基础要打造成有纪律 然后要要有非常有能耐本事的这个战斗部队 有没有有必要要有特殊管理机制 那你都当初讲你都说不用啊 对不对 现在回来的时候有没有需要 显然有嘛 因为你军纪废尺的时候 当然你的战斗力就出不来了 我们的装备要不要升级啊 连最基本的头盔 我们有没有符合当代最新的这个战斗的标准 你们讲说要走乌克兰模式要打巷战 对不对 然后连最基本的装备都没有 然后阿兵哥的这个战斗意志不够完整的时候 我实在很担心这个民进党 接下来这两岸关系 跟可能的兵凶战委 我们是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准备的状态 花莲强政过后 下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在哪里 嘉义上个周末连四镇 而总计四月到现在已经连续十九镇了 甚至远到了玉山 嘉义都能听到巨大的爆炸声 这就是传说当中强政前的地名吗 军方跳出来说F16的阴爆测试啦 能信吗 地震谈的是科学 但怎么也有科学解释不了的 毁天灭地的九二一 镇央附近的六个村庄 毫发无伤 背后又是怎么样的神鬼交锋呢 台东最近有渔民 他们现在是活捉到了 我们俗称地震鱼的黄带鱼 为什么我特别强调是活捉 因为你看哦 画面当中的这个黄带鱼啊 我们一般它的生活的深海地区 大概是两百公尺到一千公尺左右 那你现在如果能够在前海区域去捕捉到它 它是怎么跑出来的 那日本无独有偶也出现了鱼群 诡异群聚的现象 这个是什么 秋刀鱼出现在北海道附近的海域 而且哦 他们出来就出现在海岸边 弄得这个有很多的渔民说 他说我只要那个钓杆往下一钓 随便都可以钓到一百只 那渔民也很困扰 因为他说都是秋刀鱼 我这样撒网 我都捕到秋刀鱼 我别的鱼都捕不到 讲说地震天摇地动 你不要讲动物有预知的本能 这些都还只是你刚才来回话说 没有一定 可是上个周末 这就明明白白 晃给你看嘉义 大家在想 花莲才刚刚强证完 下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会是这里吗 所以大家才会有这些 提高警觉的联想嘛 为什么 礼拜六 礼拜六嘉义 一个早上就震了 就应该说从凌晨开始算起 一个凌晨就震了八次 而且这八次也不是说 就只是小瑶 小晃而已 地震规模4.9 震度四级 那也是很有感啊 你看那监视器所拍到的画面 那你又发现在凌晨 很多人有的夜猫子还没睡觉的 也被吓到 睡觉睡到一半 惊醒的也吓到 掉监视器画面来看 真的是就如我该所说 规模4.9 也是不容小觑 可是我没讲完 你说这个 一个 又一夜连视镇 也是一样地震规模大概有4点多 震度四级 你这样震震震 结果有人就去算了 我先不要说礼拜六 8加4就12了 其实根据地震测霸中心 他们的统计 4月已经19次了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频率稍微高了一点 那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加异的 这个一个礼拜六 一个礼拜天 让大家有点不得安宁 结果有人就说 你知道吗 你看又看到阿里山树导 他们就讲 其实礼拜天 早上我没有听到爆炸声 那个爆炸声 他们说 阿里山听得到 甚至玉山听得到 甚至家喻是其实听得到 诶 这是多大的一个范围啊 有吧 就像你刚才有听到吧 这个应该监视器带有喇叭的 录道 大家就来找 不 有听到 很多人很惊慌啊 对啊 因为我刚才讲嘛 你要综合刚刚我说的地震频率 还有说你半夜被下洗 这是哪来的 你现在要听到 不 然后我又说听到的地方 连阿里山区都听到 好 其中可能嘛 一地鸣嘛 是不是 那二的话可能就有什么爆炸 电缆爆炸 地鸣 地鸣是牵扯地震吗 如果是地鸣 那就是牵扯地震 那如果是爆炸 就是意外 那不过 就在大家觉得 说纷纭时 空军事理部出来讲 不啦 是那个F16是非啦 音爆声 但就如主持人讲的 到底真相如何 好 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确定 这个 你刚才听到 会是这个F16的音爆声吗 如果像国法部说的 这是F16的音爆测试的话 没有这一次 过去有两次 有三次 都没有传出 有任何民众受到惊吓的情况 那这一声响 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觉得 老百姓觉得声音不像嘛 然后有人也认为说 音爆声音 怎么跟刚刚监视器录道的这个 能够换为等号呢 不管怎么样 反正呢 还是一句话 有人质疑 但有人觉得 反正就是提高警觉 好 中国我问你 所谓的地震测报 讲的是地球科学 它本质是科学 科学是 你有方法 有逻辑可以去预测 或者可以去防备的 但地震发生之后 有些居然是科学 没办法解释 后面有人就说了 它会是神鬼交锋吗 这个就让我提到 就是说是在统治期间 所发生在1862年6月7号 统治元年的毛岗伟大地震 那这次的大地震呢 其实在之前 刚好同一时期 就是说我刚才说的6月之前 有发生明变 这个明变历史上叫做 代曹春明变 好 那明变 他们呢 就攻占了很多的村庄 一度到了彰化 逼近到要台南 你是老百姓 你会怎样 你可能就会开始 要求神问卜啊 我们是不是该小心啊 那我们是不是 该紧闭门窗啊 我们是不是该 设一些陷阱 以防止一些 明变的人 来进到我们的 这些老百姓的村庄啊 那但是有人就说 先问妈祖 就这么巧 就在明变一个多月之后 突然有一天 妈祖不请自来 自己降价 降价在这个 鸡瞳的身上 这个鸡瞳怎么说呢 他就突然 落倒于神岸 然后开始痛哭 哭哭哭 执事人员一看 觉得不妙啊 看到明变 再看到 鸡瞳突然痛哭 就问啊 结果你知道 鸡瞳怎么说 你要是明讲 我就不会犯低估 他就偏偏不明讲 他说 天际显露 无罪非亲 结果后来 那个指示人员说 你不能这样 拜托妈祖 拜托 就算陷入天气 也要通知我们 明变很可怕 结果他又讲了两句 活在眼前 耳草尽数驱壁 我问你 你是指示人员 你是旁边围观的村民 你认为这个祸是什么祸 铁定就是明变嘛 就果然 就照我刚刚所说的 历史上的记载 他就去巩固门窗 把他封死 还在地上撒一些豆子 让明变的军队来的时候 可能会滑倒 还设立一些陷阱 结果告诉你 不是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说了 1186年6月7号 早上9点到11点 毛岗尾发生了大地震 很多人在那个时候 要么只是在田里工作 要么有的还在家里面 有的还在睡觉 结果呢 造成多少 近两百人死亡 我会说 跟现在的这个 几千人比的话 或者是动不动就 你不能这样讲 当时他那个 也不过就千户 所以 妈祖他降价 他告诉你有危险的 你要注意 他也没讲错 他没有明讲天机 不能泄露 能不能明讲 这是宗教的范围 但是你最终是没讲 最后害这个妈祖 这个天后宫 毛岗尾天后宫的妈祖 坐牢一百年 你一个庙少了这几个 没有祥客 没有信众 你这个庙就一定没落了 所以是玉皇大帝降罪 因为你泄露天机 因为你误导民众 不准人去拜 妈祖尿 人家就问 谁给他降罪 巨皇大帝 他认为妈祖 你要讲就讲清楚 你不讲 你讲一半 也是泄露天机 所以才会招致 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相伙就 慢慢的就没落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妈祖 再来看 城隍爷 妈祖城隍爷 两样情 因为戴春朝明辩事件之后 6月7号发生了 我刚才说的毛感 我就台南大地震 那只此同时 嘉义却出现了另外一个跟妈祖完全不同 整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城隍爷 反而受封号 这样一个事件 什么回事呢 因为那个时候也有人 想要去问城隍爷 因为各县的城隍爷 是大家民众信仰的中心 尤其遇到民辩 就城隍爷在嘉义 给的千诗 我好明白 他什么 他写 何家仁安泰 名令两行商 但最重要是后面两句 出外接大吉 有祸不成央 那指示人员一看 我代春朝民辩事件 有祸不成央 而且我们民众还可以 照常吃 照常工作 反正都大吉 就这么巧 我刚刚所说的毛感染 台南大震之后 嘉义完全没有什么大灾难 就轻微受损而已 所以就地震无受损 民众毫发无伤 民辩变得更 程度变得更轻 然后很多的民众 还也都躲过 顺利躲过房屋的倒塌 所以中国现在讲到的都是 好久好久以前 我们都没出席 但是再来给你看到这个现场 这样的一个神鬼交锋 怎么解释 这个地方 我跟中国都被派去采访过 镇央集集 921 那个天崩地裂 那里发生什么事了 921大地震 当时在南投 集集 镇央隔壁有个松柏里 松柏里那边有一个悬殿上帝的宫庙 那你知道其实921大地震 如果你在镇央的隔壁 你一定很惨嘛 可是你知道有多神奇吗 他们都认为悬殿上帝 真的是五百五百比 因为松柏里的六个村庄 竟然也是一样 跟我说说 受损非常的轻微 所以老百姓也都没受伤 怎么就在隔壁 会有这样子大的一个反差 但是 没有 我刚刚所说的这寿天宫 就是玄天上帝所谓在这宫 却很惨 他里面的梁柱断裂 结构损损 整间庙后来还要重盖 那我问各位 怎么旁边都没事 就他那么惨 很多人就讲 因为玄天上帝 真的有保佑 有保比 他把所有这些地震的 可能受到的灾难 自己全担了 全台湾的选民都在问 街壁女王徐巧新 这一次过不过得了这一关 你看到 昨天去勘灾 结果它本身就是最大的灾区 为什么 被绿营警咬 检警查出了你的夫家 你的大姑 原来才是帮乍团洗钱的 不法的手拿 说说看 你跟洗钱 有没有不法的勾当跟行为 我们手上有很多证据 你不从事招来 你会死更惨 来导播 我们给大家来看到 这是温朗东 在昨天预告说 手上还有证据 你自己招了吧 不然等我丢出证据 你会更难看 今天我和大王来在现场 来看今天最新的情况 我直接先跟大家报告 温朗东呢 刚刚出示的证据 他的证据是什么 你知道吗 说你取小心 过年你有去你大姑的天文 按一个赞 这什么证据啦 君大哥还有报信的观众朋友 这是什么证据 看来像是家庭伦理悲喜剧 是 基本上 借壁女王薰小卿身边竟有诈骗犯 但他确实是很惊讶 因为我过去真不知道 可是问题是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那是他的老公 的姐姐 的丈夫 在搞诈骗 好感情 但是当然没有错 你过年的时候 可能会坐在一起吃饭啊 因为都要回去嘛 他老公跟他姐姐 那当然可能年初二年初一 但问题是确实是亲属 我觉得观众朋友 到这里我们已经 已经是2004 2024年了 那已经算责责 真的没有必要这样牵扯 如果 需要先说的一句对 如果我今天当 以前是议员 现在是立委嘛 我利用我的职权 我议员的身份 立委的身份 帮助诈骗 我立刻请辞 我立刻下台 我老公 如果跟他姐姐一起诈骗 我马上离婚 对不对 堵上他的人生 堵上他的大位 为什么 你现在所有的影射 不就是要想要去牵他 有任何不法吗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看起来是没有啦 但问题是讲说 你的身边有这个人 大家是这样 因为 晓芯过去在 怎么讲 就是炮火对绿营的时候 他炮火四射 算是揭闭女王 没有在客气的啦 那有时候看到 你哪一个官员 像之前IMP诈骗的时候 民进党什么官员 又跟谁吃饭 有照片的时候 他有揭闭很多次 所以现在绿营的选民 刚好都给你赌到 就全力对 晓芯火力输出嘛 那你自己身边就有诈骗犯 你知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你有没有举发他 今天 昨天在华脸窟对不对 今天刚刚徐晓 现在立法院又讲了一次 他说今天只要是任何人 居然是我自己的父母亲 如果诈骗我也会举发他 所以基本上他觉得说 我根本不可能包庇任何人 这其一 其二 他的老公的姐姐大姑呢 跟他的先生 还有一个淋雨伦 我刚刚跟大家讲 那个公司的负责人 他们涉嫌洗钱诈骗 是金额是新台币2700万 那所以这个事情 他的这个大姑 现在目前已经收到禁建了 那徐晓鑫讲说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法去管他们的事情 我至少我没有帮助他 这件事情先把话讲清楚 可是刚刚俊阳哥讲的 温朗东一直在咬 就是说 你们是亲人吧 你们这叫二等一亲啊 你过年时候有吃饭吧 你们还帮他按赞吧 所以你早就知道 他有在做的事情 而你却没有举发他 他咬的是这个点 所以其实基本上 我就说这是家庭伦理悲剧 好 今天我们看到就是温朗东 所谓的今天最新证据就是说 你徐晓鑫 有去过年 你那个大姑的贴文给他按赞 能证明什么 来 真正可以证明 我说整个事件 现在唯一铁真正的证据 在这个地方 我刚刚说 这个林渔伦 在整个案件当中 是什么连结跟角色呢 我刚刚讲 晓鑫的大姑 就是他老公的姐姐 跟他老公的姐姐的先生 姓杜 他们两个人 他是在一家东宁公司 那公司的负责人是谁 林渔伦 林渔伦是谁 没有人认识啊 对不对 但我现在跟你讲 有几个画面 为什么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转型正义 以前他常常出席很多 这些包含了独派团体 说我们要转型正义 然后呢 蒋公司同向喷漆 所以来看这张照片 就留下了2014年的时候 他曾经因为去对蒋介石 同向喷漆以后 法案公布送办 到台北地方法院 旁边有一个人陪他 现在当红 顾立雄 人权律事顾立雄的一家 所以就是说 他过往 简单讲 观众朋友不开地图炮 但是这可以爬梳的嘛 他过往跟绿营的关系 走得比较近 这其一 其二 他真的是民进党的党员 底下无报 他是民进党的党员 这里有一个民进党的党 正在这里嘛 所以呢 这个杨明爬梳出来 杨明刚想说 小心啊 不伤自己人 你想要打死 薛小金就打到民进党 那吴正马上出来讲说 是这样吗 好那我们确认一下 如果确实是属实 我们民进党 有这样的诈骗党员 立刻就会做党纪处分 但你要知道 观众朋友 因为这一爬出下来以后 地图炮一开 中弹的人还蛮多的 有一个吴佩义 跟这事情完全无关 对不对 也中了 因为林玉伦他支持民进党 他去讲公 这个同向波西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也有捐政治先金 选举到了以后 我挺绿嘛 所以他有捐款给吴佩义 他说对啦 他是我大学学长 我曾经收过他的政治先金 现在有人讲 吴佩义要出来负责 贯了有够坑 不管你是你的老公的 这岁的什么人 或者是他是怎么样 你曾经有过政治先金的 观众朋友 很简单 这么多民意代表 内线有一把尺 只要在公权力上面 不要去帮他们官说 帮他们特权 帮他们协助诈骗 基本上我觉得都没问题 好 宏威 揭壁就是连连看啦 那今天你看到了 连续烧了第二天 今天的就温朗东 再丢这个证据 他们试图还是要去 框住越锁越紧 你跟这个不法集团 肯定有一点关系 你怎么看这样的 一步一步 他们的证据算证据吗 其实温朗东说 再丢出来证据 那个真的非常非常的薄弱 他还是没有办法去证实 徐晓星或者他先生 跟他大姑 跟他大姑的先生 到底有什么样关联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事件爆发之后 那么民进党 很多的民意代表 侧翼还有名嘴 好像是那个 像是鲨鱼 闻到了那个血腥味一样 全部一涌而上 当然我觉得就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 因为徐晓星过去 不管是揭臂 或者是打臂 那么本来就被民进党 很多人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所以这次某一种程度 是那种报复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说真的 是大家是一涌而上的 然后很多人甚至来乘身量 那其实我今天在录影的时候 我还去看那个果然 果不其然 那绿营的这个电视台 全部通通都开 徐晓星的题目 好像每个人对这件事情 都很熟悉 可是问题是 到目前为止 除了能够就是说 牵连到就是 这是徐晓星大过 也就是他的先生的姐姐 跟他姐姐的先生之外 那其他到底关徐晓星 什么事情呢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一个报复 另外一个呢 其实也就是 他们要破坏 徐晓星的一个公信力 然后把它污名化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 所有在野党的民意代表 我们都会强力监督政府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第一个他达到 就是说他想要达到 牵制徐晓星 另外一个呢 就是呢 如同那个旺哲也讲到 就是说 他是要拔掉这个 这个监督政府的这个牙齿 那么未来你徐晓星 一旦你要监督的话 他就拿这件事情来 务名化你 其实这是他们的一个策略 可是问题是 今天我们所看到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 关键人物叫林雨伦 林雨伦不但是参与了 这么多的一个绿营的 政治性活动 而且他是不折不扣的 民进党的党员 而且呢 他也确实捐款给 这个另外一位立法委员 叫做林佩毅 所以这个是一个回力标 这个回力标 打在民进党的头上 打在民进党的民意 这些民意代表上 我们只是要讲就说 如果今天你们要无限上纲的去牵连 徐晓星 或者想要去攻击徐晓星 其结果最后回力标 通通打到你民进党的身上 你们如何对外界交代 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连连看 我们也要请那个蔚来的国防部长 请顾立雄出来说说看 你跟这个诈骗集团有什么关系 你跟林余伦有什么关系 你有没有参与诈骗 按照民进党的逻辑 我当然可以这样的去质问 这个蔚来的国防部长顾立雄了嘛 好 今天呢是扬明第一个帮大家爬出出来 这个叫林余伦的身份跟党政 跟民进党员的所有的细节 我们只是要证明什么 证明这几个林余伦 证明包括那个刘向杰 就是徐晓星的这个所谓的大姑 徐晓星大姑 当初他捐给民进党中央两天 连续两天各捐2020元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买那件 大家记不记得 那时候蔡英文2020胜选的时候 有一件飞行外套 那时候2020年的2月份 他们开了一个所谓的预售 预售的专案 只要捐2020元 给民进党 就是那个时间点 那你知道这个 对于就是说你从 证明像我问你 如果你是国民党支持者 你会想要买那件外套吗 对 其实我们爬出这个只是要证明说 他们就是所谓的绿营的支持者 可是这个绿营杀 为什么杀红颜 因为徐晓星 因为就如刚刚宏委委员讲的 徐晓星这两三年来 把绿营打得溃不成军 所以这次你发现 他们的绿营侧异 广军大集结 全面反攻 希望用这个案子 把徐晓星打垮 那你就拿出可以一枪毙命的证据 好 结果他们的证据都是什么 证明徐晓星跟他的大姑有故 不是 那是他的大姑 那是他的家人 他的姻亲 如果今天能够证明 比如说 今天连徐晓星自己都拿出 他跟这个所谓的 这个他大姑的先生 就是那位姓杜的 这位这个祖贤里面的 他们有所谓的对话 可是那个对话都很不客气 徐晓星直接说 你是什么欠钱仔 直接是用骂的 所以徐晓星的意思是说 这个人 他早就知道这个人有问题 因为他的婆婆 就是被他们这一对夫妻 骗了很多钱 两千万 没错 可是 我跟你讲 很多那种叫家家 有本难念的经 你家里面这种所谓的债务 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的家人 通常不会 家丑不会外扬 但是如果今天牵扯到 刑事的洗钱 诈骗 徐晓星说 他也是这一次这个事情发生 他才知道 如果今天有证据证明 徐晓星早于检警 知道这个事情 而他知情不报 那徐晓星要负责 可是目前有这个证据 奇怪人家 还没有是嫌犯的时候 去吃火锅 那徐晓星按个赞 怎么了吗 我是觉得评论 要基于事实 比如说 徐晓星当初打IMB 我们看 陈欧波 他是拿了IMB的车子 拿了IMB的服务处 这个是有对价关系的 结果你今天 你今天拿这个东西 来去打徐晓星 那会不会有点太low了 那这样不是证明 当初IMB 跟那些诈骗集团 合照的那些人 通通都有问题 绿营的现在逻辑 完全错乱了 你现在执意的逻辑 反而会打到自己了 所以这一件事情 巧欣跟他的先生 不约而同都在今天 赌上了职位了 他就告诉你 你们谁能证明 我就持续立委职务 你怎么看 今天 这个涉案的公司 有一家公司 就是东霖 东霖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主角 叫林于伦 谁跟林于伦守呢 律师已经跟他很熟 他的律师是谁 不好意思 准国防部长 顾立雄啊 我们顾大律师啊 大律师还帮他讲话 你知道帮他讲什么吗 他说 我觉得他颇期讲功这件事情 没什么好讨论的 很无聊 这件事情好无聊 最后还帮他辩论 不起诉处分 大恩人 这一定手 手爆 在顾立雄那时候 帮他大家讲话 所以各位国君弟兄好朋友 仔细听哦 你们准国防部长 有开示哦 以后看到营区 有讲功铜像 你都可以在他身上泼漆 你不要乱讲 他没有这样讲 他这样讲 他这样讲 他说泼水漆没有关系 因为洗得掉 他说这个东西叫物 他说这是物 不是人 所以不涉及妨碍公物 而且可回复原状 他甚至说在讲功 铜像上面 挂布雅物品 很无聊 没什么大不了 那以后如果听话照 以后这些营区里的 都跟他有关 这是我们总国防部长 那他跟林于伦 熟不熟 看起来很熟嘛 不然刚刚把他讲话 那个吴珍 对对对 就各位 我们右下讲 那个吴珍小朋友 殊师就从严处分 你在开我什么玩笑啊 吴珍 你跟他一起开过记者会了 你都忘记了吗 还有赖品瑜 还有黄伟泽 民进党发言人 跟林于伦 诈骗集团 共同开记者会 你说有信吗 当然也信 对不对 还有谁 蔡英文嘛 政治现金也捐 还有吴佩义 对不对 林于伦的好朋友 人家也捐钱给你 还说我绝对不会切割了 但是我对于他的行为 一无所知 你这样不是切割 你这样是什么 你说我拿他的钱 但是对啦 你跟他的钱没有切割 你跟人切割了嘛 所以俊哥为什么要讲这些 请问一下到底是这些共事的工作伙伴们 跟林于伦之间的距离比较靠近 还是你跟一个没有办法选择的亲戚 拜托一下 他亲的 今天是许晓鑫也这样算哦 我说我没 我老公的他父亲 还有他的老公 很坏 我没 我要跟你离婚 有这种讲法 他嫁他的时候 他知道 可以选择 跟他八甘子打不打关系 工作伙伴可以选择 律师可以选择 开记者我也可以选择 你要跟谁公司选一个选择 而且 民进党党政 是可以选择的 整个诈骗集团 目前揭露出来的公关公司 洗钱的那一家 不好意思 就是你民进党 当完哭的哦 所以不要跟我开玩笑 也不用瞎扯 在那边连连看 如果要脸 大家一起来脸 好 原池 你怎么看 打币真的要打出 一枪毙命的证据 可是连续两天烧成这样 徐晓鑫 昨天哭 他今天就笑了 直接就告诉你 这是我跟我那个 大姑的老公的连结 好 这个就是证据 那绿营的证据是什么 绿营的证据就是连连看 没有证据 但我先讲 我觉得最好笑就是黄杰 黄杰可能跟徐晓鑫有什么私怨 打到机会 故意想爱落井下石 结果黄杰今天下午的时候 在脸书说 徐晓鑫 你怎么可以骂我脑子有问题 我献你24小时之内道歉 不然我要提高 我看到这个 我笑掉大牙 这就好比说我先打杨鑫一拳 杨鑫没什么感觉 结果杨鑫挥一拳我昏倒了 我说杨鑫要跟我道歉 不然我要提高 干他什么事 明明就是我先动手了 你知道吗 结果因为杨鑫比我厉害 然后我说我要提高 从头到尾黄杰自己去惹徐晓鑫 然后黄杰讲的东西都没有道理 他扯说 徐晓鑫你为什么要骗 你明明跟你大姑关系很好 因为他说徐晓鑫2018年的时候 他的大姑有在脸书上 PO一篇贴文说 我们巧鑫 所以说你看 明明就很好 不好的话 你大姑为什么要贴文 可是实际上 徐晓鑫说他跟大姑 比较没有往来 是从他大姑 嫁给他先生以后 那个时间点是2021年 那你 人家2021年之后 没什么往来 你扯一个 2018年你不错 那你 你脑子是没有问题 是不是逻辑有问题 这有很大的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民进党 一直在扯说 没有徐晓鑫你还是很熟 为什么 因为你去年社群活动 你找你的大姑的公司办 然后你大公司主办单位 我要跟大家讲 这完全造谣 为什么 因为徐晓鑫去年办的社群活动 我有去 而且他的主办单位 是另外一家公司 负责人其实我也有认识 所以从头到尾 不是他大姑公司 去主办那个活动 那他跟他大姑公司 只有一点点的牵扯 是什么 是因为 他大姑那家公司 有另外一个合伙人 叫陆小姐 这个人跟徐晓鑫比较熟 他有透过陆小姐 发了两个彩妆师 一个是帮忙化妆 另外弄头发的 就这样一万块 这样子可以扯到说 徐晓鑫关系很好 跟他大姑关系很好 叫他大姑来办主办单位 来办社群之业 那你们的根本就是造谣 我觉得是为了要去扯东西 去造谣 然后被人家澄清之后 发现他乱扯 然后再跳出来说 你要跟我道歉 你怎么可以冒我脑子有问题 不然我要提告 那你这不是非常的丢脸吗 然后其他的牵扯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人家发现说 原来那个诈骗的共犯集团 跟你们民进党比较好 所以整件事情 我觉得民进党 真的就是整个大翻车 反而我觉得民进党 这个过程当中 也会让很多中间选民 觉得你也非常没人性 因为徐晓鑫他只是说 他嫁到了这个刘家 作为刘家的媳妇 跟他大姑有认识 那他也没办法选择 他的大姑啊 对不对 那可是问题是那个林渝伦 林渝伦长期就是民进党支持者 而且民进党还有人用他当网军 这个是赖会员报的料 那所以你选择跟这个人合作 但是徐晓鑫没办法选择他的大姑 那我就问 谁跟诈骗集团关系会比较密切 当然是你民进党啊 上个周末我们继续要关注结果 麦辽乡长补选民进党 柯文哲全党力挺的候选人 11%得票率 不升反价 就问了 柯文哲为了他去long stay 怎么害柯文哲变成了票房毒药啦 俊阳哥 我要跟武器报新闻的观众 先说声抱歉 因为我找到错字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看柯文哲long stay 辅选输到脱裤 这则不对啊 你知道这则不对吗 他本来就没穿裤子嘛 怎么会说脱裤子 乱讲 他从头到尾就没穿裤子嘛 柯文哲我们讲 从总统大选到一路到现在 包括先前黄珊珊选台北市长 三次他都跟你讲说什么 说我会第一名 我民调第一名 我民调是老二 这一次也有哦 这一次他用什么样不一样的话术 他跟你讲 我的支持度大选是 34% 我是柯老二 我绝对不是老三的 我有机会啦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才闹得轰轰烈烈嘛 但你现在问林一里为什么卖了得票率会这么差 只有11% 我们真的要去跟你讲科学了 因为过去民众党他是什么样的政党 一人政党啊 一人政党 他另外一个属性 他叫软性政党 他不是刚性政党嘛 就是说你今天国民党的票我也可以吸 民进党的票我也可以吸 但这一战役 他正式宣告一件事情 民众党已经成为刚性政党 你会问为什么不争反减 我直接跟你讲理由很简单嘛 今天请问一下 当民众党已经成为刚性政党的时候 国民党的支持者会不会投他 不会 民进党也不会投他嘛 所以两党选票自动排除了嘛 那只剩下民众党选票嘛 那再来第二层因素 请问一下这个地盘 就是地方型选举 地方型选举里面 除了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两个因素叫谁 苏志芬跟张立善 张家嘛 所以这两边在把地方派系QQ 所以最后证明的结果是什么 柯文哲在这边不但起不了作用 甚至还帮苏志芬的人马吹票 大家为危机一事啊 很烫啊你不要来算 我跟各位讲 胡伟的得票率38% 这边得票率48% 你说柯文哲有没有用 确实有用 他的作用就是 帮对手增加票 而且再度验证自己 没穿固子 可是对柯文哲来讲 败选的当然要检讨 千错万错都不是他的错啊 不是啊 他现在柯文哲 我讲白了第一 他是不是说 我要以紧进总统大选之力 来去打这个地方型选举 是 所以验证两件事情嘛 柯文哲这个讲法有个问题 他说如果冲来 还是会参选 这个代表我们地方经营 确实不够 这两句话听起来没毛病 对不对 地方经营不够嘛 要再努力嘛 错人知道为什么吗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自己吓到卖了去 你是不是自己把所有党 整个小的 图鉴大权全部都带来 你就看到那一张选情之夜就知道了 是不是天天开直播 所以换言之 这代表两个意涵 第一个 你柯文哲请进自己的个人声量 但最后发现声量越来越烂 直播只有一点多万 两万人根本没人看 选情之夜只有四点多万 代表你声量已经遥遥欲罪 这往下掉了嘛 在第二件事情 你的实质政治影响力 也完全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 只有带来负面效益 所以当他讲地方要在经营 这句话是对的 但同时他也在证明一件事情是什么 如果全部都要靠地方 换言之客人在打自己脸 他的意思是说 我的所有的所作所为 完全全部都没效 而一旦张家交我去屁面 我连总统大选的三分之一都拿不到 是 好我们就看到了 这一场败选的这一个检讨 现在居然传出 吴静怡传出来的 他说民众党内居然有人 把手指向了蔡壁如 抓他当战犯啊 居然哥这件事情是这样 民众党总共提出了270项 各位你没有听错 他说我们这次检讨 总共列举了270项 但蔡壁如的当然可能会被列为 其中一项没有错 但我敢跟各位保证一件事 因为他们现在要把所有的责任 归咎于说 是不是蔡壁如跟周宇修内访 蔡壁如支持黄美瑶 因为蔡壁如如何如何 但我们跟各位坦白讲 请问蔡壁如有办法 帮我们讲的林乙里 增加8000票吗 有这个可能性吗 当然完全没这个可能 所以很显然的是 凸显移出一件事情 第一 柯文哲根本没有心思 在这场妙儿选举里面 他只是要利用这个舞台 来创造出自己的声量 你说为什么他要有声量 因为理由很简单 他要有角色可以扮演 而他有角色可以扮演的 与此同时他完全无心 去顾及到党内 包括蔡壁如一号 周宇修一号 各位 这整个所有的纷争 柯文哲只有两句话 没有跟你讲 误会 完全处理不了 所以现在他们说 党内在检讨蔡壁如 我敢直接断言 不是党内在检讨蔡壁如 而是周宇修跟蔡壁如之间的 内斗内行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停歇 而包括民众党自己人 从头到尾 根本没有人 包括柯文哲在内 认为这场选举 有获胜的可能 所以验证一件事情 柯文哲除了寄生之外 他唯一能够有的作用 就是把民进党双北市场 台北市场害惨 把国民党 总统大选害惨 还有把郭台铭害到跑路 最后连张家都被他拖下水 柯文哲他的检讨 最后怪罪这个叫做 投票率 可是 宇俊的看法不一样 你这怪投票率 最不能讲的是投票率 为什么 你已经把投票率吹出来了 你还输 对 所以我们刚才对比一件事情 我开宗民意就已经破题了 胡伟的投票率 就是在37 38 但卖了有47 48% 所以换言之 这跟投票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吹出来的投票率 而且是吹出对手 也就是输自分的投票率 而且各位 你如果有长期的观察补选 就会知道一件事情 投票率呢 如果是以补选来讲 破四成以上 就算是很热络了 你这个比例上来看 其实今年 麦聊这边 已经打得如火如荼 所以你看到 王世健也讲了 三成一谢才叫低 他说柯文哲要学习 耐得住寂寞 这句话 其实讲到一个问题的关键 柯文哲 其实本来就是 明知三有虎 偏向虎三行 他也知道去到麦聊 绝对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但我坦白讲 比起 耐不住寂寞 我更觉得 他是心里面 怕得发慌 怕得发慌 怕什么 当然 请问他留在台北 得面对什么事情 台治光案 以及赖金德的内阁 还有包括相关的 可能民进党 后续而来的司法追杀 以及对于自己 八年的检验 还有在立法院 大眼邓小眼 看着黄国昌 看着黄珊珊 然后自己无能为力 被大家奚落的样子 所以他自然而然 当他来到麦聊的时候 他成为主角 成为美光灯的焦点 虽然只有短短的九天 但比起耐得住 寂寞这件事情 我更认为 柯文哲 他是为了避风头 而跑到麦聊去 但没有想到 牺牲掉的代价 就是把自己的声量 以及政治影响力 双双毁损 所以你看 民进党的公子 共识 各位 柯文哲还在讨论什么 还在跟你讲军乐饭店 还在跟你讲蓝白盒 所以这只代表一个讯号 当他已经老狗 变不出把戏 老科变不出把戏的时候 他只能去吃回头草 而这个回头草的边际效应 只会越来越低 越来越小 我们看到了 上周六 这个麦聊这一帐 Long Stay 柯文哲变成了票房毒药 接下来 民众党往哪里去 麦聊补选 其实很明显的凸显出 民众党的三个危机 我们就讲明白了 第一个危机叫什么 第一个危机叫做 柯文哲的支持度 无法转移给 民众党的候选人 这样有清楚吗 柯文哲为什么选麦聊 这是六个地方补选 为什么选麦聊 俊阳哥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得票率高 柯文哲选总统 全台湾这么多的 这个乡镇市 他的十个得票比 比较高的 因为他是26% 全国总平均 柯文哲是26% 对不对 你知道麦聊是多少吗 柯文哲得票比 他跟侯友宜跟赖清德 这样子比起来 他在麦聊 他得到的票是33.7% 高过平均 对 高过26% 全国平均26% 麦聊高于平均 所以这个是我最用 科学理性务实 去那里就对了 所以总统哪一天投的 1月13 那昨天呢 是4月14 对不对 三个月 就三个月嘛 三个月前 你还有33% 有人讲过 文恩哥 你说什么 投票率不一样 对 投票率不一样 但是 昨天的那个11% 有没有 就是这个最后的那个 林仪里 他投到11% 也是投票率不高 中央证 他只拿11% 你投票率低 你还是有一群人 所以他无法转移 这其一 其二 年轻人看起来没有投票 柯文哲在选总统的时候 年轻人反向投票 所以麦聊 有没有一些年轻人 可能在麦聊 云林以北或云林以南 在台南 在高雄 在台中工作 选总统的时候 因为投票率稍微高 其实 我跟俊阳哥讲 为什么我讲危机 因为你都以为 选总统八成投票率 不对 不对 因为你的麦聊 在总统大选那一天 1月13号 投票率是62而已 所以他在60几% 本来就不高嘛 所以你说有多少人 没回来 可是看起来 年轻人确实走掉了 这第二个危机 第三个危机 才是真正的危机 前两个大家都会讲 第三个危机就是说 会不会 也不是那么多人不投票 也不是那么多人 说不能转移 26%不是369万 如果这已经投过了 柯文哲的369万跟26% 这柯文哲跟民众党 好好检讨啦 没得把你唱衰啦 检讨以后才能够向前嘛 我早上也访问周渝修啊 对不对 重点在于说 如果你现在的盘 已经不是369万 1月13那一天 很多人投给柯文哲 可是投完以后 原来你不是真正的第二名 不来以为你迎后又移嘛 所以投票给你 所以那些人直接浪杠跑掉了 所以柯文哲现在就不是26% 所以他当然 在转移会流失的情况下 才会投出11% 那你要知道 这个票数留下来 是非常残忍的 2048票 那这个零一里 之前自己选 都比这个多 那柯文哲选中 在这里是8000拓票 你就知道8000多 摔成成2000多 丢掉的五六千票 是民众党现在目前 你要想办法 把它找回来的 否则 俊亮哥我讲结论 这次投 不是投给柯文哲 是投给零一里 对不对 他没办法转移 那我就问 2026年 新北黄国昌 台北黄珊 他们两个叫柯文哲吗 也不是 议员也不是 所以当你无法 转移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2026对民众来讲 其实是一场硬仗 原自这一次 我们看到了 麦辽普选 柯文哲 他谁啊 人气王变成了 票房毒药 你怎么看 柯文哲他们选完 他们有在检讨 柯文哲检讨的理由 就是说 可能我们还是 地方选举 还是要长期经营 我真的不太懂 因为你到现在 还在讲这样的结论 你那不知道吗 因为坦白说 柯文哲已经 他们已经经历过 非常多次的地方选举了 那你难道不知道吗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 他把很多地方 有人卖的人 都当免喜快 其中有一个就是 他们前民众党云林 是园林县党部的主委 叫做陈文新 陈文新是谁呢 陈文新就是 之前的抖六协调会的主席 协调会主席都是在地 就是关系非常好的 那当初蔡壁如会到云林 发展党务 就是跟陈文新在一起 陈文新帮蔡壁如非常多的忙 可是这次陈文新 他选完之后 他直接讲 他说以后我不会玩 为什么 因为我是负责组织的人 结果这次选举 你们叫我干嘛 你们都叫我去高铁站接人 叫我买便当 叫我去站路口 没有叫我去发展组织 那我怎么去扩充 我自己的人脉 我没有办法真正帮到你 我也不被重视 所以他们就离开了 那如果柯文哲 他们在经营地方关系 老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就是有人来参加 我就用一用 但是我也不重视 然后反正你加入 你离开我也不在乎 那你的长期的组织 是没有办法经营起来 你只是嘴巴讲讲而已 可是实际上这样的状况 是只有发生在这一次 没有 我之前看了非常多 就是有帮民众党打仗的人 事后都没有获得重视 所以柯文哲如果自己知道说 问题出在于 他没有长期经营 但是他对于大态度 又是一副好像可有可无 那当然就 这个问题就没办法解决 然后又高估自己的影响力 以为是自己选举票就可以灌过去 实际上真的没有他想的这么简单 今天最让大家很shock的一个败选检讨 传出居然把矛头对准了蔡壁如 我问你怎么看 他们在检讨半天 竟然还是在检讨蔡壁如 所以这不是很好笑吗 那么如果今天连麦辽乡 乡长的这个选举的这个选输 都能够把这个选输的结果 栽在蔡壁如身上 那么以后干脆让蔡壁如来当这个主席好了 就蔡壁如如果这么厉害 什么事情就让他负全责 你事前不让他去服选 对不对 事前事上连在海报上 连邀请都没有邀请他 海报上也没有蔡壁如的名字 等到选输了之后 又把所有的这些结果 全部栽在蔡壁如的身上 所以我觉得这蔡壁如真的是万用 就是这个选赢呢 就也没有他的功劳 但是选输绝对是有他的份 可是我觉得在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 对于克文哲来讲 当然是非常非常的一个 就是深受打击 因为在这次选举里面 其实大家会发现 这次选举里面 不管是绿跟蓝 其实大家都比较低调 党主席并没有很高调的在做辅选 但是第一方面 民进党的这个赖清德 因为他正在筹组这个新的人士 那么我们国民党的事实上 因为有好几个选区并不是只有提名一个人 所以也不会把重兵 也不会把所有的人全部都放在一个麦聊箱 大家要知道事实上麦聊在选举之前 不但克文哲是long stay 9天 而且他们全党的立委也好 重要的公职 全党体议人到麦聊下去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看出来还是第三名 所以对于这个民众党 他原来想要因此来布局他的2026 当然是受一个很大的挫折 所以我觉得今天怪来怪去 也许要怪这个现在是不是 这个克文哲他的光环不在 就是他过去即便是long stay 也没有把票能够因此而冲高 或者是民众党自己本身的地方的组织 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成立起来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没有真正的再去做 这些相关的检讨 竟然检讨到蔡壁如 如果是继续这样的话 那我想民众党到2026 搞不好继续要去检讨蔡壁如了 好 我还有我们看到地表两个火药库 中东那边刚刚历经了人类的这个 末日中战之夜 而现在呢 我们看同一个时间 台海一样另外做火药库 我们居然在抓逃兵啊 所以这张跟还有抱歉的观众朋友 看了真的会担心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的战火蔓延 已经从乌克兰再能打到以下 再能现在打到伊朗跟以色列了 观众朋友 伊朗跟以色列中间还隔了两个国家 非常的远 但是呢 伊朗直接攻击了以色列 它绕过去 它打飞弹 它打无人机 而且你要知道 整个夜空划破 你看就咻咻咻咻看来看去 真的怕死了 那观众朋友 因为以色列是这样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有仇必报 对不对 所以你既然敢攻击我以色列 我一定要反击你 所以看起来又要即将 引发大规模的战争了以后 现在目前 好嘎咱 美国总统拜登 因为他现在也是撞了一弹 他不可以不hold住这个局面 因为今年的年底 现在已经是四月 我们都能选是选完 对 今年十一月 十一月 拜登要选了 拜登赶快打电话给以色列的 纳坦亚胡总理 他想说你先hold住 为什么 因为我会全力支援你 然后你之后如果要报复 我就完全不支援你 所以让以色列有点却步 暂时啦 观众朋友 因为这个国际局势迅速温变 暂时以色列要立刻 反击伊朗的动作 目前先搁置 所以暂时希望 这个暂时不要扩大开来 第二个 为什么攻击 所谓这么多的这个 无人机跟飞弹过来以后 以色列其实基本上守得很好 就是他的铁穹系统 整个铁穹系统 你可以看到 来 德国斯看一次 晚上夜空 你敢打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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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凶暴 都是这样红点红点 到处蹦蹦 或什么 拦截 你看到那什么东西 那是无人机 上升的是铁穹 对 下坠的是无人机 无人机飞过来 铁穹就把你捞下来 第一个晚上就喷掉 新台币四百多亿 这个伊朗的外交官 外交部长讲说 没有我在72小时 我天天吓一跳 72小时三天 他说我在三天前 就已经告知美国 还有我们从伊朗打过去 对不对 中间还有几个国家 邻国都告知了 美国一听这个消息不得了 这还得了 如果我早就迟到了 我跟以色列还是盟友 我怎么能让他在半夜挨打 我还没有告诉以色列 说他们要把你捞 对不对 所以美国立刻 白宫否认说 没有这个消息 我们是 不过他的讲法很万位 我们是伊朗已经攻击了 那个攻击系统还没结束的时候 我们确实已经知道 但是我们不是提早72小时 想做火药库 中东这边刚历经了 人类的末日之夜 要怕死 你万万没有想到 同一个时间 第二座火药库就在台海 来看共军军 怎么对我们步步进逼 所以你要知道 这见为之处 一夜之秋 那边动不动 基本上没怎样都打起来了 对不对 一个大使馆被打了以后 我就要反击 那我们这边 其实台湾的大部分民众 确实我了解 并没有那么担心 但是形势上看起来 不容乐观 因为我们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的军机军舰 过海峡中线 那你吃干嘛 对不对 已经不是初一十五拜两次 几乎是长久来 就在昨天观众朋友 解放军的歼10运8无人机 18个架子 通通飞过海峡中线 那这个东西 对我们的军方的人员 还有我们的战略军飞训员 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备战不确战 我们深深相信这件事情 今年一年EUE的阿兵哥 分批分批都已经入伍了 我们就看 国军给了他们 怎么样的一个训练 而政治作战 那个心态上 备战不确战 有没有逐步巩固跟落实呢 所以军方哥 在国防这个事情上面 刚刚所讲的 飞机一直飞过海峡中线 不要低估可能的敌人 他的敌意 也不要高估 我们最后要应战的时候 我们的实力 对 我们现在到底有没有实力 正打起来的话 4月9号去当兵 11号就当杠 因为4月12号 辅导官要跟他做心理辅导 那么这个人好像 情绪上 感觉他有活动 所以安排4月12号 要跟他做心理辅导 你是不是哪里不稳地 我们这个军中是个大家庭 才要跟他做心理辅导而已 前一天4月11号就辅导 跑了 当兵两天就跑掉 而且跑掉的话 去看监视器画面 但我先问一件事情 当兵这么好跑掉 你在这个晚上 在六七点吃完饭以后 九点要玩点名 他这两个小时钟就都辅导了 说现在因为防务上面 旁边在做柵欄的维修 中间真好空了一块 可以搬出去 你是你对的 这个也是理由吗 他可以搬出去 人可以出去 对不对 所以军方你要解采 不是做监视影 第二个 他跑出去之后 我没有看到画面 他一出去 马上就上了一台车 所以是不是有车 在接应他 陆海工具刑法四条规定 零营六天以上 三年以下回去突行 结果他零营不到 六天就回来了 拜五六回来 我们再看后续怎么处置 如果这个事情 没有办法定出一个严谨的规范 那我们的军队 以后怎么打仗 军纪要先巩固了 再来 上场的情绪精炼 是一定要的 问题是今天居然传出了 连这个保护你头壳的钢盔 品质都很落差 怎么回事 刚刚逃兵或者是李莹 叫做军心 现在跟大家讲 是打仗要带钢盔 单兵快保图事前进 你要带钢盔 这叫军备 我们的装备到底行不行 好来 观众朋友又来了 又是他 三母小叔 之前去打防弹背心 就说我们的什么规格 价格 结果跟品质差那么多 美国随便买的都比我们好 就后来引发很多问题 光光还在呛他 对不对 呛呛也没后文 他来 现在是什么 钢盔 钢盔总要看吧 真的两军在对战的时候 一个步枪斩打过来以后 钢盔不行 那你还保护过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 保护过春天 结果呢 观众朋友 跟先前的状况一样 我们国军的这个配备的品质 都比较差 你看他打成这样 有没有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里面基本上 也受伤了 你的头 头骨虽然硬 你一旦能够造成这个损害的话 是不是都已经脑震荡 或者是颅内出血了 那这样子的钢盔到底行不行 对方的武器 也没有去讨论过 所以三母小叔 他又来测试了 答案的结果令人不满意 那就看国防部后续 怎么跟大家讲 为什么每次我们的军备 都是这样 再来刚刚讲军备的品质 还要讲军备的价格 海昆号 一艘大概500亿 400多亿 但他还有先前的设计等等 所以海昆舰 其实如果你把它算 他真正的扣掉 设计费跟前前 是300多亿 那后续有人讲说 这有第一艘比较贵 后面还有七艘 赖总统当前人讲说 不要等了 七艘一起来 结果现在一看 后面的七艘是多少 是2800亿 你刚刚不是300 乘以7是2100亿 所以大家才讲说 你现在是跟我讲 第一艘万事起头难 第一艘比较贵 400多亿 后面都很便宜 结果反而是第一艘 已经贵了 后面的更贵 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看国防部后续怎么说明 如果照这个算起来的话 2800亿 七艘那一艘多少 400亿 如果是这样 是不是符合整个 在军备上面的价格 有没有帮人民抓紧合报 就看立法人在立法院怎么质询 好 杨明我们看到了 从中东看回台海 开始在躁动 开始在不安 当然要上紧发条索罗斯 我们这边说 我们这两兵了 没错 我们现在这个阿兵哥 其实已经要才一年 一年的兵 第二天就给我跑掉 而且据说这个阿兵哥 他在一开始 他们这个露营都有一些资料 什么心理测验什么的 原本就被列为所谓的 高度关注的这个个案 本来要约谈的 就在约谈的前一天晚上跑掉 那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你都已经知道 这个人有问题了 就没有盯紧 人就跑掉了 翻墙 我们现在的军营是可以 让这个阿兵哥 随便就可以翻墙跑掉吗 不要忘记了 去年有一位 这个还是义务义 去年还有这个所谓的志愿义 大家还记得吗 二胆岛 那个还没回来 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那个逃兵还没回来 游到对岸去根本没有回来了 对 所以我说这个才是问题 好 那不管是这个头盔也好 不管是很高规格的潜见国照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 比如说潜见国照的这个经费 到底怎么流出来的 当初是谁说要一次七艘 赖清德准总统啊 是赖清德准总统去听完去看 这个所谓的潜见国照的简报 当场指示说我要这样做 对 然后接着在看守期 马上这个经费的预估的资料 就流出来 这个中间有什么猫腻呢 所以我说要嘛是上面搞不定 里面有人不满 是不是有人想要多赚一点 看不下去 把这个资料流出来 但重点是 今天国防部都没有任何的证实的讯息 是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是国家机密 如果不是就是胡乱瞎扯 那他真的不需要这个去 去为之随之起舞 但是这个时间点 有这样的消息出来 赖清德准总统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未来军购的处理 通常你要知道 大家还记不记得 阿扁当初拉法业界 他说什么 动摇国本也要办 这个案子会不会未来变成一个 动摇国本的案子 我们等着看 不是说强声一响 油精万两吗 我们刚刚全世界刚刚历经了 伊朗去空袭以色列 被形容是人类的末日之夜 今天国政告诉我们 我们本来今天天亮 我们还插来带说 大海油价是要硬生要涨 结果没有 不涨反跌 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以为这场战争会让石油危机的 噩梦会再度来临 其实这么一件事情世界已经改变了 原油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 而且油田不是长在中东而已 观光夜市里面有油田 老人院里面有油田 所以油是越来越不是那么的重要 甚至中东其实你打一打 大家不是非常关心 观光夜市老人院 什么意思真的有油田 首先我来说油是越用越少 你看这一次的所谓中东战争 伊朗战争本来只有一日行情 你看西德州终极原油 一下子是涨一天 接下来马上就回跌了 就这一天后来就跌下来了 一日行情只有枪声一场 只涨一天 结果今天还反跌 0.33元变成85.33元 说好了100美金 其实根本没有出现 而且还要注意 现在是沙奥地还减产100万桶 油的产量是比以前还要更少的 所以油产的比较少 还没有涨上来 油价还跌 为什么 其实一个大趋势已经发生 大家要看电竞油退 这个大趋势已经发生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多汽车的国家 成长量最多 去年增加1700多辆的汽车 结果有三分之一是电动车 那全中国大概有三亿多辆车 当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原油使用国之一 结果有一个大趋势已经在中国发生了 加油站越来越少 这是第一次出现了 加油站的数目已经比2022年 比2021年还少 而且未来越来越少 大家担心的不是找不到加油站 是找不到充电桩 因为每三辆车就有一辆是电动车 甚至在未来 到了2030年 可能中国每卖一辆车 两辆车出去 可能一辆就是电动车 所以他们最快可能到2025年 就会石油达峰 就是从那一年开始 石油使用量只会一直往下降 电竞油退 那到了2050年 伊朗就不用 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因为有一半的炼油厂都要关门倒闭 世界炼油能力会减少50% 油是没有人在用的 大家还是担心找不到电动车 而不是找不到加油站 所以我们从伊朗去K以色列的背后 没有油金万两 金直接上去了 油没有跟着上去 原来是电竞油退 还有更多的证据可以显示吗 汽车不止汽车 现在买三辆 中国每三辆有一辆是电动车 所以汽油使用量越来越少 那另外一个大趋势也很明显 你看到这张图也是看出 现在的油价 包括汽材油 甚至连航空又有 都比2021年疫情前还要低 你看一直往下掉 连航空奶油一直往下掉 那为什么航空奶油往下掉 是越来越多的 包括中国叫地沟油 包括我们夜市炸完香机牌的油 都被抢得去变成去开飞机 等一下 你现在整个疫后大复苏 那个航空量大喷发的情况之下 居然航空燃油的需求在降低 你说有一些地沟油补上来了 有些想都没想到的 生殖燃油补上来了 这个趋势是代表 以后油田不是长在中东 长在那些产油果 而是油田是产在观光夜市 跟你家里面 那这是包括中国新加坡 马来西亚这些国家 都已经开始实验 用地沟油来做飞机的燃油 就是回收的使用过的柴油 使用过的家里的废食用油 因为被规定不可以跟人抢油吃 所以一定要用完的油 所以以前大家很担心 这些收水油会回去吃 现在不是 中国已经开始 它的A350 已经在前年开始使用 5%的这些废食用油 那欧盟规定的更延 到2025年是2% 在10年之后 要20%是增加10倍 到2050年是70% 这代表什么 以后所有的飞机 几乎全部都要用废食用油 就是用炸完的这些地沟油 在台湾是香鸡排的油 那这件事情 在台湾已经发生了 你现在到各大观光夜市 你会看到有一台AI机器 专门在收食用油 一公斤你给它 它给你18块钱 它有钱可以卖给它 你把废食用油给它 它就给你新台币 那它就要收去哪里 收去给中东 像阿联酋 卡达 或英国维京航空 维珍航空 这些高级的航空公司的用油 大家抢的药 因为全世界 现在大家都急着在找这个油 因为这个大趋势非常快 不是去跟伊朗买油 而是赶快去收这些废食用油 因为废食用油回收会很困难 为什么要发明这台机器 因为食用油里面可能有什么 有啤酒 有一些击骨头 甚至炸完的油渣 所以是用AI辨识 所以辨识完之后 为什么要用这台机器 就可以把它回收 比较干净的处 费食用油 运到中东 运到新加坡这些国家去加工 变成航空用油 大家都在抢 这才是未来趋势 那另外一个是大家很讶异的 因为食用用途有什么 给汽油烧 给飞机喝 再还有做成你我穿的衣服 跟各种的塑胶工具或原料 塑胶玩具 这些都是 可是赖清德这一次去 他讲这句话很有趣 我看到一家尿布 我刚刚看那家尿布业者 他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 是因为尿布做成的衣服 注意这是用完的尿布 里面有使尿包过的尿布 可以做成衣服 对 为什么要讲这段就是 石油最大用途 做成衣服也是其中之一 那衣服里面 如果你要回收的 有哪个东西是最难回收 用过的尿布是最难回收 我们一般用旧衣服 你要回收站 要回收成为衣服 很简单 所以整个产业链 已经慢慢出来 所以他才会大惊小怪 我刚才看到一个尿布业者 是真的变成是个商业模式 从各种的家庭 小孩到养老院 医院回收尿布之后 回收变成各种的纤维 包括PEP这些塑胶 包括纸 因为里面有纸 然后再把它做成衣服 所以他在现场 真的是看到尿布 变成衣服 可是代表是什么 你尿布都能回收 还有什么都不能回收 再来尿布量 其实非常惊人 光台湾一年 就有四百万片的尿布 一年要用到十五亿片 如果这些 都不用延伸的石油 而是不断的回收 利用的时候 那可以变出几件新衣服出来 石油越来越不重要 因为石油的产地 它可能是在夜市 也可能在养老院 可能在医院里面 这些东西才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看到伊朗 打仗真的不太重要了 所以油价没有涨 是因为世界改变了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 再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为了跟店先进来 我们都要帮 neighbour 请住 subjected 雪